大家好,这里是年度解说 今天我们主要来说一下 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YouTube视频创造者 我是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做这个视频的 算是有一点点经验了 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跟你做YouTube的一些新的体会吧 首先第一点 你需要定位好自己的视频的内容和方向 一定要做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如果你自己都不感兴趣 逼自己去做 那么肯定是做不长久的 而且观众能明显感受到你的疲惫感 第二点 凡事开头栏 开始以后一定要坚持 并持之以恒 做到有规律的输出 不然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那么最好有一到两个视频备胎 因为说不定那天 你不舒服 或者有急事 无法更新视频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从容的拿出这个 之前准备好的视频来进行发布了 第三点 做视频肯定会更加很多设备 但是设备并不是越会越好 一定要先从自己熟悉的入手 好的设备你可以慢慢添加 而不是因为追求好的设备 在这个内容为王的平台 设备并不占特别重的因素 因为我看到很多 一订阅这个up主 他们现在用的设备 都是特别普通的 所以关键是看你制作的内容 是不是别人喜欢的 爱看的 观众第一页看的是你的视频 还有这个人 还不是你的设备 第四点 不要在意别人说什么 自己不是完美的 所以不要期望 每一位观众都会喜欢你 喜欢或者不喜欢 那是别人的权利 当然如果遇到一些数据有问题的 那么你也别给它起争议 因为当你准备跟一个 不喜欢的人进行争论的话 那只能是浪费彼此的时间 如果需要的话 给一个黑名单就可以了 对方慢了 他自己心里舒服 但是那些脏话 只能他自己看的 别人看不到 你也看不到 谁都不会被影响到 第六个就是要不断学习 因为一个人的认知能力 或者知识范围都是有限的 所以你要虚心一下 整个网络学习 在学习探索中 创作出更多有趣的内容 第七个就是 你最大竞争对手 不是别人 而是你自己 不要每天在意自己有多少订阅 别人也有多少订阅 等于懂得这个道理以后 你根本就不会在意 你每天订阅内的变化 当然还有最后一点 就在创作的过程中 要适当了解 YouTube的规则 知道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而且你的每一位观众 都是一个真实的人 所以尽量让自己刚刚进进 积极阳光开蓝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